群眾外包 各位同學好,我們就開始這堂課程了 今天課程講的就是群眾外包這個題目 前面會先由我來開頭講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群眾外包 其實我覺得群眾外包這個定義蠻廣的 所以我好像很難用很科學或很有規則的方法來講 所以我選擇的方法是我講非常非常多群眾外包的故事案例 讓大家知道群眾外包是什麼 再來就是會後面的時間會是有Disfactory 就是有地球公民基金會的一個圍造工廠的專案來介紹 他們怎麼發起這專案的 以及怎麼利用群眾外包找農民工廠 就是一個蠻實際的很有趣的案例 首先先來介紹一下什麼是群眾外包 其實群眾外包這個字它的英文是叫cloud sourcing 它是來自於兩個詞 一個是cloud 就是群眾 一個是all sourcing 就是外包 然後他把這兩個字組合在一起 那就是一個2006年一個記者 叫做jen Paul 他所提出來的詞 但並不是群眾外包2006年才出現的 其實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經有這個概念了 只是這個詞是他2006年才出現的 那麼我就不多介紹到群眾外包什麼 我就直接用範例連發來介紹一下 什麼樣是群眾外包的專案 那首先第一個是有一個很早以前就是在1999年到2020年他跑了20年的專案 他叫做Sentient Home 那他是一個尋找外星人的專案 那他本身是用 就是因為美國全世界都有各種設備 就是那種天線在接收宇宙的訊號 那麼其中在 就是在美國忘了哪個大學還是哪個研究中心 他們就是有把那個對無線電的那個訊號 擷取下來之後 然後每天可能會有幾十G的訊號 但是他們沒有資源去解析這麼大量的訊號 所以他們那時候的做法是他把這些大量的訊號 可能擷取成每一個譬如說100Mbps 200Mbps 的很多小風包 然後只要你的電腦 你電腦沒有閒置的CPU 然後你可以去裝Sentient Home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就會主動去下載這些風包下來 然後去用一些方法去計算 裡面有沒有可能有含有智慧生物的訊號 一些有規律啊或是有些什麼邏輯的訊號 來鑑持著看是否我們的天空哪個位置 可能有外星人存在 那他做了20年沒有找到外星人就蠻可惜的 然後有一部電影叫《接觸未來》 那個電影裡面就是有講說 透過這方法有找到外星人 哪跟外星人接觸 但那是電影就現實上都沒有找到 所以這個計畫一直持續了二十幾年 然後到2020年他終止了 因為其實就發現好像也找不太到 還是有可能找到 就通通種子也有可能 那個計畫 剛剛那個計畫是伯克萊大學所發起的計畫 那麼後來伯克萊大學把這個基礎建設 就是做找外星人這件事情 他後來把它擴張成一個叫做POINT 就是一個伯克萊開放式網路計算品牌 他就是 剛剛講的是說拿無線電的訊號 然後拿來拆一小包一小包的 來教會大家電腦來計算 但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科學運算 都可以用類似做法來做 例如說去計算什麼DNA的結構 蛋白質的結構 其實也可以用這方法 就是例如說我們生物 可能一個人身體 裡面有幾億個 幾億個碰到DNA 然後或者是碰到生物都有碰到DNA 然後他要怎麼樣去算 為什麼DNA可能有什麼樣的效果 那這個都是非常龐大的資料 你只用幾台的高級電腦可能來做 那他在POINT這邊就是根據很多天文 醫學 物理 氣象 他都做了類似的事情 就是我把非常龐大的任務 然後透過先把它切成一小包一小包 然後只要你的電腦 你願意來支持這個計畫 那麼你軟體就會主動去抓一小包 拿回去在你的電腦分析 分析完後就把幾乎我回傳去給伺服器 這只得到結果 所以像 這是我前幾天抓的數字 就是目前有16萬台電腦在有參與這個計畫 那如果大家有同學家裡電腦還蠻快的 我自己打電腦的電腦還蠻快的 然後想要藉此奉獻的話 也萬一可以參加POINT的計畫 他現在還在持續做 那再來一個是商業公司的案例 就是Google的ReCAPTCHA Google ReCAPTCHA 它最早是CAPTCHA這個東西 最早是因為早年很多的廣告垃圾機器人 他會不斷地去網路上爬各種的留言板 然後去發廣告 然後弄到很多留言板都是仿佛聖法 所以後來就出現CAPTCHA的技術 就是可能先由電腦產生出一個 用圖片產出一個文字 然後可能把圖片稍微扭曲一下 然後只有人類可能才比較容易回答 這個圖片是什麼文字 這就是最早的CAPTCHA 那ReCAPTCHA是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最早他們想的目標是想要把 紐約時報的記者 紐約時報的過去紙本的封存媒體全部都數位化 所以他們就想到用CAPTCHA這個技術 可以想辦法把原來紙本的東西 透過使用者打捏字 可以幫他環遊回來 然後後來這個ReCAPTCHA就被Google收購 所以2019年Google就收購 所以Google Google其實那時候有非常非常多想要把 過去的紙本數位化的一些計畫 所以Google之前有專案叫Google Book 就是他那時候去讀書館裡面 他掃描了幾百萬本 幾千萬本的那種 已經可能版權已經過期了 三四十年以前的書 然後掃描下來之後他先用軟體初步的做 OCR就是做文字辨識 但是因為那種舊的書有時候可能印刷不清楚 其實有一些字可能是不太 就是他的那個 整個檢測軟體沒有那麼有信心 那他就把它丟到Google ReCAPTCHA來處理 所以像這邊圖片的案例 上面呢 上面這邊是原來梳掃描下來的東西 然後那個Google的Google Book它的程式 掃過來後發現 這個字我覺得好像是Money 但是我的程式說可能只有百分六十的信心 因為它印刷不太清楚 那他就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字稍微的扭曲變形一下 把它丟到Google ReCAPTCHA來 然後右邊這個字是Google自己的那個程式產生 所以右邊這個字 Google百分之百確定它就是Overlook 它很確定 因為這是它自己產生的 那左邊這個是它從塑造上來下來的 它不確定它到底是不是 所以如果今天使用者 他打這兩個關鍵字 然後右邊的Overlook他打對了 表示很高機率 這個使用者左邊字 他是認真打的 但是假如今天使用的Overlook 打錯了 那就很高機率這叫我來亂了 那我就會說你今天不是人類 你是機器人 我主張你 所以Google就是透過的方法 把他們覺得文字裡面不太有信心的字 丟到Google ReCAPTCHA裡面 就想辦法得到這個字正確的文字是什麼 那後來Google Books這個計畫 已經好像處理得差不多 他們幾乎手上的書本都已經掃描差不多了 他們又拿ReCAPTCHA拿來處理 他們的那個就是Google Map的部分 就是我們Google Map 現在都很厲害 因為我打羅斯福路220號 他可以很精神告訴你 羅斯福路220號在哪 他的做法是因為Google那時候有接警車 接警車會到處拍 那他拍到的時候 他會看路上有沒有像路牌250號這個東西 如果有 但這250號沒有很確定250 他一樣會丟到Google ReCAPTCHA來 然後如果使用者打了250 那我就很確定 Google就很確定說 我在這點拍到這個地方 門牌號還是250 那我知道這個點位 我當初接警車在這個經緯度 那這個經緯度可能就是輸福250號 所以Google Map的精神度也是靠這個ReCAPTCHA做到的 然後後面 那個Google Map他絕對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後來就又拿 就是利用Google ReCAPTCHA來幫他們訓練內來 所以現在大家比較常見的應該是這種 就是說他會丟給你十個圖問 哪一個是人行道哪一個是腳踏車哪一個是公車之類的 所以Google就是我覺得他蠻厲害 就是他可以大量的利用人來幫他做群眾外包 來幫他解決一些人力標誌的問題 然後大家都免費幫他做這些事情 所以類似的還有像大家可能用Google導航時 很常會導航出來說 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的路況是塞車還是順暢 那這也是Google利用大家的手機 就是只要你用Android手機 然後你Android手機有就是說 你願意開放分享資訊的Google 那Google就會利用說 這條路段現在有多大台Android手機 它的移動速度多快 就是它移動速度可能大概是30公里40公里 還是5公里之類的 然後要判斷說這個路段是塞車很順暢 所以像之前有個寶可夢阿伯 他一次騎腳踏車一次帶40台手機 所以他一個人就可以製造一個路段的塞車 因為Google會以為 說那邊有40個人在那邊騎腳踏車 但實際上他是一個人 那其實除了Google以外 像我這邊沒有提到的 Apple也是利用群眾外包 就是它有一個叫AirTag的東西 就是它一個小小的晶片 然後晶片你可以綁在你的鑰匙上 你的寵物上面 你的小孩身上 那如果今天小孩跑丟了 狗跑丟了 那他就會透過 只要讓人手上是有iOS的設備 無論是Apple、iPhone 無論是iPad或是Mac 都可以來幫他回報說 我發現這個設備在我旁邊 所以現在這物品在哪裡 那這也是Apple公司 利用大家來做群購外包的一個案例 那我們剛講完商業公司 那接下來我就不要再講商業公司 我們就講非商業的所有的案例 那維基百科就是利用群眾 來幫他做百科全數 那維基百科 相信大家查知道都有用過 那我就不多加以說明了 那維基百科本身就是 它維基基金會 它後面基金會是一個NGO 那NGO也是靠募款 或靠各企業各大公司捐款以外 那他們拿到捐款他們的基金會 就會去推廣全世界的各種社群 各種編輯社群 所以像維基的他們的基金會的經營方式是 只要你在你的國家 譬如像在台灣這邊 你想要成立一個維基的社群 你可以授出計畫說 我想要成為台灣的維基社群 然後授去給美國的維基基金會 那維基基金會覺得 他們覺得你是認真的 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他們就會願意定期撥款給你 讓你可以在台灣辦屍體聚會 租建場地辦會 讓更多人來使用維基百科 那這次維基百科 為什麼可以在全世界擴張的一個方法 就是靠維基百科 維基基基金會 在全世界擴張社群 那除了維基以外 還有另外的摩基拉 摩基拉也是一個很推廣開源的一個公司 它是公司 但是它是一個很開放的公司 那他們 像我這邊想推廣一個他們的專欄 叫做Common Voice 這個我蠻推薦大家回家吃看看 那Common Voice 它有目標 是想要收集 開源的語料庫 語料庫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段語音 然後這個語音 是可以授權 大家可以商業使用 或任意研究目的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錢 那這個東西 使用我們市場 就是在做資訊研究 科技研究 很缺開源語料庫的東西 因為像Google 現在他們的語音變成厲害 是因為Google手上有YouTube的資料庫 它可以把所有YouTube的資料庫 拿來給他的AI機器人做訓練 可是問題是這個是屬於Google自己的 它沒辦法公開給大家使用 那 Apple手上好像也有很多這樣子私有的資料庫 但是也沒有太多公開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 假如我們希望能夠讓科技發展 能夠更加開放更加自由的話 就也需要這個開源語料庫 那Mozia的Common Voice 就是想要收集大家來幫忙 來提供語料庫 那我這邊示範一下要怎麼使用 其實它的用法也很簡單 如果大家有空回家 就可以用看 就是你可以做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說話 就是你按說話這邊 然後它就會給你幾個詞 然後你就照著念就好 按下麥克風說會減少稅收嗎 然後念完後再念念下一個 那一個任務只要錄五句話 所以你做完一個任務 大概二十秒就可以 可能一分鐘就可以做完一個任務 那麼你假如你不想講話 你覺得你很害羞 覺得自己的聲音 會有害羞的話 那你也可以選擇你不要講話 你可以選擇聆聽人 就是聆聽人這邊的話 它就可以去放一些別人已經錄好的 然後你去幫忙確認一下 他錄的正不正確 他是不是有非常清楚的字 或這個人還是來亂講話 那你可以負責通他標記 所謂這是正確或這是錯誤的 所以它任務就很簡單 一個就是講話一個Flui 那像以這邊截圖來看 它目前有在收集 華語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國語 或是台語 那目前華語已經收集到 118個小時的量 然後台語已經收集到 12個小時的量 那如果同學台語覺得還不錯的話 也歡迎可以上面 多貢獻一些台語的語料 那這些語料都可以就是讓所有的研究人員 就是沒有任何的條件就可以拿去使用 然後不需要付任何費用 就是它是為了促進就是學術研究使用的 所以這也是一種群眾外包的方法 然後再來是一個offense roadmap 那就是因為像我們現在用地圖服務 大家最常用的應該就是google map 但其實google map它就是因為它是屬於google的私有資產 所以其實它在使用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我們一般使用可能感受不到這限制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一些比較 比如說你是做政府網站或做網站 你要簽入google map的時候 當你一觸及到商業的時候 google收費可能就不收軟了 就很多的那個政府單位 可能他只是放個google map在他網頁上 他一個月都要付幾十萬元給google 那我們其實除了google以外 好像目前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其他的選擇 或像那個微軟自己有出beamap 然後Apple有出自己的applemap 但其實品質也都不太好 那offense roadmap 它這個社群它想要像微基百科一樣 它想要建一個開源的地圖社群 就是讓大家這邊的東西也都是大家要商業使用 或非商業使用 要學出什麼 你都可以自由使用 你不需要負擔任何的授權金 那它就是像編輯微軟百科一樣 人人都可以在這邊去建立地圖來使用 都可以 那它的收集方法跟剛剛講的微軟百科很像 就是說他們也是有個基金會 然後通過募款募到一些資源之後 那它在全世界各國 在成立一些各國的一些社群 那這些社群就會有很多的那種地圖聚會 例如說可能大家就帶著GPS設備 或帶著手機 我們一起去爬山 去走一條山路 走完後把這個路徑上門過來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山路的路徑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的那種畫地圖聚會 然後他們現在也想要做開源的接近圖 因為像Google的接近圖很完整 但是你要使用它還是很多商業限制 但他們的接近圖就是可以讓大家自由使用的 那上面也會有很多的那種就是 街景聚會 就是大家一起去散步 然後去拍一些東西 然後再開源給OpenStreetMap 所以OpenStreetMap 就有很多這樣子的Mapping Party 來就是來收集資料 那我覺得 OpenStreetMap 我很喜歡介紹 然後造成2010年海地這個專案 那2010年海地發生了大地震 然後發生之後 那時候崩塌了非常非常多建築物 然後那時候全世界很多國家的舊代人都進去 可是因為海地的科技沒有很發達 所以他們其實地圖是非常落後的 造成舊代人要進去救的時候 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那邊的道路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微軟先做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微軟那時候手上有很多的衛星照片 他把他手上的那種版權衛星照片 他以開放授權的形式 他為了就是要讓大家能幫助海地 所以他把海地部分的衛星照片全部開放授權 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那先進入微軟這一步之後 然後OpenStreetMap的社群 就開始把這些衛星照片 全部灌進OpenStreetMap裡面 然後希望大家來幫忙描那個衛星照片 就是你看到衛星照片 你就用滑鼠去描那個你看到的道路線路 然後你描完後 進入一些動作後 那些線路就可以把它匯入到OpenStreetMap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是當初的那個動畫 就是我發生地震的時候 然後之前的海地 本來就是空迷霧 然後再來發生了地震 接下來微軟提供了那個衛星照片之後 大家就開始不斷的提供那個 就是去幫忙畫地圖 然後去提供海地的那種街景圖 之類的去畫線路 就畫了大概兩個禮 兩三禮拜之後 非常完整的海地的那個街道的道路就出來了 對這就是OpenStreetMap的那個 海地造成的 所以後面救難人 就靠著這個地圖進去裡面 就救了不少人出來 然後再來一個是 美國的一個任氧消防栓 那美國的任氧消防栓 是因為美國其實很多州 快到冬天時都會下雪 那下雪之後 有時候那個雪太厚了 厚到消防栓就被雪蓋住了 然後接下來不小心發生下雪的時候 消防人員就找不到那個消防栓到底在哪裡 然後反而造成說 救難人就會遇到一些延誤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忘了是哪個州先開始的 哪個城市 他就先開始為任氧消防栓 他先把那個城市內所有的消防栓 就是放到地圖上 然後讓大家來任氧 那你任氧他的人 你就可以說 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個 就是你一兩天你去看一下那個消防栓 看我被雪蓋住 如果有就把他挖開來就好了 那你任氧他之後 你可以得到的事情是 就是你可以幫這個消防栓取名字 然後這個消防栓是你的 所以網紅罩都可以查到 這個消防栓叫什麼名字 然後是誰在任氧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就是 後面就是讓很多消防栓 就是能夠打到他的效果 不會因為被雪蓋住後 吃火就救不到人 然後再來一個案例 是2009年的時候 2009年在英國議會發生一個 就是議員福報預算的一個臭回 就那時候英國的議會裡面 就是英國議員好像是有六百多的議員 還是多少網數是網 大概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多議員的那個 收支都是亂報 就是他辦公室的收支 他可能把家裡的一些收支 就是家裡譬如說 買什麼掃地機器人啊 去裝修啊 然後甚至好像那時候 有人買自己的內衣什麼的 都用這個爆炸 然後被2009年5月送 從英國每日電訊報 就是爆出這件醜聞之後 然後那時候其實引起了非常大的波爛 就是那時候就是有人 自己的兒子還是學生 他竟然就是用辦公室付工資給自己的兒子之類的 就是他都覺得不會被抓到 然後所以那件事情造成了十幾個議員 當場就是宣布自己辭職下台 然後一百多的議員 宣布說他下一任不會再出來給人 因為這個醜聞真的太大了 然後在2009年6月的時候 英國下議員他就決定他要光顧過去4年645個議員 所有的收製的單據 那這單據裡面包含5000多個PDF彈 跟70萬張單據的掃描檔 那其實這東西要檢查 是非常難檢查的 所以那時候英國衛報 他就把這70萬個單據 全部都丟進資料庫裡面 然後把它上架 然後上架之後 他就交給網友們 網友們就怎樣看說 你看看這個單據 如果你覺得好像有點問題 你就寫說有點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好像蠻正常的 是一個議員應該有的收支 那就寫沒問題就好 所以他們就透過這個方法 就是把70萬個單據 然後 我忘了那時候 好像也是大概一兩天 就是把70萬張單據 都全部掃描好幾輪了 然後他們也藉此 也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就是很奇怪的一些花費的方法 好那剛剛講的幾乎都是國外的案例 那再來我就想來一些國內案例的聯發 那首先 上禮拜講過開放政治現金 那我今天就多講 就是透過群眾 把原來政府跟數位化 都可以把數位化 然後再來一個叫cofax 真的假的 它是一個LINE的一個必要平台 我想問一下 有同學有安裝的可以舉個手嗎 好 只有一位 大家回去可以安裝一下 就可以Google搜尋一下cofax 真的假的 那真的假的 他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就是因為現在LINE上面有太多的那個就是假訊息 尤其在長輩的群組中又特別多 那他們想要讓就是 大家來查證LINE上面的假訊息更加容易 所以其實你要使用LINE真的假的其實很容易 就是你去搜尋真的假的 然後去加入它的機器人 然後當你收到一個來自長輩或朋友的一個訊息 然後你不太確定的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訊息直接轉寄給LINE那個真的假的機器人 那真的假的機器人就會去他的資料庫裡面搜尋 看看說這裡面有沒有那個就是有被人家回報 這可能是有問題 那他有問題的地方在哪裡 那就是如果大家想要避免受到假訊息危害的話 我們推薦就可以安裝他的 那其實他就是也是透過群眾外報的方法 靠大量的人力來幫他做那個就是事實查核 所以他進去網站的話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不是純粹要利用他的資料查詢 你今天你想要協助他的話 那你進去裡面你可以選擇你要幫忙闢謠 或是要幫忙確認謠言 那幫忙闢謠的話 你就是可以看到一個謠言 然後你覺得這個謠言有點感性 你想要去查 那麼你就可以去Google找找看這個謠言 可能他是不是謠言 他的原來的來源是來自哪裡 那他從原來的來源轉譯成中文的時候 他有沒有戒指轉譯有換一些內容 或是說他跟原始內容是不是有什麼落差 你可以做這些查詢然後回報 然後另一方面的就是可以做確認的人員 就是說我去確認別人回報的東西 是不是OK的 或是有沒有人回報 其實在讓我回報之類的 那他就完全是靠群眾回報的方法來做到事實查核 然後再來一個案例叫陸沙社 那陸沙社是2011年台中農委會的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然後他們那時候因為台灣有非常嚴重的陸沙問題 就是台灣的道路費要非常多 那很多的動物他可能在經過道路 就不想被車撞死了 尤其像苗栗那邊很多食物可能在馬路上被車撞死 那陸沙社他們就希望能夠讓大家關注這個陸沙問題 所以陸沙社他就成立一個陸沙社團 然後這陸沙社團其實用法也很簡單 你參加那個社團 然後你在路上看到有動物屍體 那貓狗算因為貓狗死太多了 但是貓狗以外的東西 你都可以看到你把它拍下來 拍下來後你就提供幾個資訊 一個資訊就是你覺得幾套拍到的 然後在哪個位置最好的經緯度 然後你要是知道它什麼品種 你可以寫它什麼品種 那你不知道也沒關係 有足夠的照片可以讓大家判斷也可以 然後你就把它上台上去後 然後那邊陸沙社就會有很多的志工們 那些志工也不一定是他們請來的人 有些人也收出網友 就會從照片去識別說這是什麼品種 然後識別的話會去寫 然後陸沙社也會把這個資料 存進資料部中 那到現在到上個禮拜為止 他們已經收集了24萬筆的陸沙資料 總共有6000多人回覆 所以他們就做了很多的 因為利用這個資料做了非常大的應用 例如說有人做那種陸沙熱點地圖 說有什麼道路其實死亡動物的情況特別嚴重 那這些道路可能就要建議縣市政府 是不是要多一些生物保育 或透過一些什麼生物狼道的方法 來讓那個就是不要再讓這道路死特別多 那像之前以前大家還不了解有食物是動物之後 可能那時候很多食物被撞死都被誤以為是貓被撞死 所以就沒有被統計到 但現在大家了解到食物議題之後 就是現在大家也會繼續說 會先識別它是貓還是食物 那也藉此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食物可能在哪些道路附近是有觸摸 但可能被追蹤到都已經變實體了 這蠻可惜的 但是這也是一個就是利用這種群眾外號方法 去收集一些生態資訊的一個專案 那類似的就是特殊中心還有做另外一個專案 叫做目光之城鵝類影像查詢系統 因為台灣的鵝不是那個水裡有的鵝 是那個很像蝴蝶 但是不是蝴蝶的鵝 那台灣的鵝的種類其實非常非常多種 就是鵝跟蝴蝶都是屬於零翅目動物 那台灣總共有4700多種零翅目類的動物 但其中蝴蝶只佔了400多種 剩下的4000多種都是鵝 所以台灣的鵝的多樣性在世界上 算是屬於一屬二多的 那在生中心它在2011年 它就成立這個目光之城的FB社團 那它用法也是跟剛剛講的那個路上社團 就是你只要在任何地方看到鵝 你不用管那鵝長得很特別還是長得很普通 你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拍下來之後 你就把位置在哪裡拍到的 幾點幾輪拍到的 然後位置你可以給一個大藥的中文 如果最好有經緣度更好 然後你貼上去 那麼它就會去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 然後也會有一些專業人士 或者是專業的網友們 就會去認這個是哪一個種類的鵝 然後去幫忙去做標記 所以目前截至為止 到現在到四月已經有五十五萬筆的回報 而且它已經鑑定了八十五顆三千七百多種鵝 所以等於說 它就收集到非常非常完整的鵝的影像資料庫 所以舉個例子 它的回報有點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 這是某一個網友 這個網友叫做 侯桂文 他就是在他家附近 他在往個生態園區 他看到幾隻鵝這樣聚在一起 他就拍一張照 然後就說 是2014年七月八號生態園區 然後 接下來就有一個熱心網友 就過來說 我認出來這鵝是什麼品種 他就把那個種的那個寫得很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目光之城自己的那個工作人員 就來幫這個編號 它的編號是42193 然後 之後他就進到他們的資料庫裡面 他們的資料庫裡面就有很完整的 這是誰提供的 誰提供的 然後他什麼品種的 所以它裡面的五十五萬多張的照片 都已經變成這樣的資料庫 再來一個專案是空隙盒子 空隙盒子這個專案是 就是有一個叫LASS的社群 就是中原院一起合作做的 那他們是在2015年 他本來是有一群Maker 就是很喜歡做那種小型設備 開源設備的一些社群 然後其中發起的叫做Habba虛無龍 就滿推薦的 如果大家對這種議題感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Habba 或者追蹤LASS 那麼 主要是因為在2017年那個時候 雖然台灣 其實很早以前台灣就有很演奏空母問題 可是一直到2017年之後 全台灣政府設的空平檢測站只有77座 就是台灣那麼大 36000平方公里 但只有77座空平 所以你知道那個空平 譬如說板橋的空平是很差或很好 其實就算你是板橋的那個資料 可能跟你是有多差的 所以那時候LASS的社群 就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覺得說 與其我花幾百萬元幾千萬元 去設一個高平值測站 為什麼我們不想辦法去做出 能不能用一兩千元 他雖然不那麼準確 但是我們可以用大量的數量 來取代他 所以他們就花了很多時間 去研究空氣盒子這個東西 就是用一些開源的硬體設備 然後希望能夠做到台幣一兩千元裡面就可以做到 但是他就可以做到基本的 比如說一些PN2.5 一些基本的數字偵測 然後把這些數字可以全部都轉到雲端去 然後透過雲端去做一些分析統計 來知道全台灣的空氣狀態 所以他們後來蠻成功的 在2018年 他們2011年推出後 到2018年 他們就在台灣已經佈建成功 2300多個空氣盒子 然後收集全台灣各地的資料 到現在應該已經 我不知道不到兩萬了 就是已經收集到非常非常多了 那麼他也在推廣說 如果自家放空氣盒子的好處是 你放在自家 你就可以很精準的 照你家裡的空氣狀況 而不只是說 是那個地區的一個大海狀況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陽台 那假如你陽台 外面剛好有人出車或燒車 或者有人在燒垃圾 你就可以得到你家裡面 比較精準的空氣狀態 所以他也可以就是說 你如果你自己願意在自己家的陽台 放空氣盒子 那你也可以去裝它的Line機器人 那如果你家裡遇到一些空氣問題的時候 他也可以透過Line機器人通知你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今天空氣不太好 那我出去時 我是不是要記得帶個孔罩之類 那再來一個是群眾標註專案 這群眾標註專案 也是LAS社群的成員做的 那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說我們像之前的那個 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就是我給一張圖片 你幫我隨便回答一下資訊 那這是一個蠻基本的一個群眾外包的一個任務 那這個群眾標註的目標就希望說 我們大家如果手上有很多這樣的任務 你不知道要怎麼找人做 你就可以來 你沒有平台可以做的話 這個平台就是應該讓你很好的平台 所以你可以在群眾標註的平台 就建立說我有什麼任務 例如說像這邊的圖片有的任務 這個任務是做平安走路 就是說它可能是上傳一些行人的那個 人行道的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人行道 你覺得這個人行道的照片 是不是人行人友善的 你做好這個標註就好了 所以 我一看它上面有寫說 它的影像數有六千多個 然後目前已經標註的數字有三千多個 這就是一個群眾外包的做法 就是我丟了六千多張圖上去 我希望大家幫我標註 那來標註的人 他只要做一個很簡單的任務 就可以來成功幫我把 就是一些影像辨識 或一些人們來判斷的事情來解決 所以這個平台如果大家手上有一些 之後可能有機會可以收集到很多影像的東西 又希望可以靠大家來標註 或大家來做一些事情 可以去研究看看這個圖片 好 所以剛剛都是範例講完了 那再來就來講一些思考 就是說 那麼假如我們現在想要發行一個 群眾外包的專案的話 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考慮 那首先第一個是最重要的是 因為群眾外包就是找群眾幫忙 那群眾幫忙就要考慮 會不會有群眾是回報錯的答案 他可能是故意的 他可能是來亂的網路小排 或是他可能不小心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做那種群眾外包 一次要做太多事情 總會有時候不小心一手才而已 打太快 所以我看一下黑頭到才發現 我們要打破東西 這很常見 那我們要怎麼避免這種錯誤呢 那有很多的方法就是 像一個就是說 我同一個任務 我不要交給一個人做 我就認為他是OK了 我可能同一個任務 我要交給兩三個人做 然後我要取得最多相同的答案 我才能知道那個任務是正確的 所以像那個剛剛講的 Google Recapture 他那些圖片也不會說 我只丟給一個人 我就知道答案是對的 我可能同一個圖片 會丟給十個人 二十個人 然後找他們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有的可以增加確認任務 例如說像剛剛講的 真的假的 他就會有那個說 我可以協助闢謠 然後我也可以協助 確認別人的闢謠 所以假如有人來亂的 我可能可以透過後面的 這個確認任務來抓出來 通常這個確認任務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可能也會比較多人願意參與 然後或者是可以考慮 要不要加一些分數機制 例如說像真的假的這專案 他就有加等級機制 就是你做越多回報就越多等級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回報 可能被人家講說可能有錯誤 那你的等級可能會降低之類的 那就此來增加就是大家 回報正確的東西的優因 然後再來是怎麼增加 使用者來參與的優因 這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今天做了群眾外包 但人家不一定要背外包 所以首先第一個是 強制使用者來加入 像Google的Google Recap 或是Apple的AirTag 你沒有選擇 你其實有選擇 但大部分使用者不會選擇 但是我覺得這個辦法 只有商業公司做到 我們一般的民間想要發起專案 其實比較難做到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我覺得能夠增加的用意 就是利用突發事件 像我上禮拜提的那個政治獻金 就是利用當時有太陽花 剛發生太陽花 然後民眾充滿了怨恨 但民眾不知道要做什麼事的時候 就剛好跟到那一波 那你那時候剛推出來的專案 就很多人會願意參與 但是後來的那個政治獻金 2.0 3.0 因為沒有這樣的社會事件 所以後面參與人就少非常非常多 就少到其實後面的出來的成果都有點差 所以要做群眾外包的專案的話 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發能跟到突發事件的話 那願意參與人真的要非常多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看能不能利用排名來競爭股幣 就是像是前面提到 City Air Home 他其實幫忙找外星人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大家最期待的是 我希望我能找到外星人 我希望我抓到的通貌是找到外星人 但是找到外星人這件事非常困難 所以那時候City Air Home還有另一個機制 就是他會列出全世界各所根據 IP 找出各大學的量 所以那時候可能各大學有資工系 或是有一堆電腦設備大學都想要競爭 就是我想要我們預算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學 所以有了這樣競爭意識之後 就很多人會願意加入 那像真的假的 我剛剛講的等級機制也是一個 就是利用體配來激勵大家加入方法 那麼建立社群也是一個很好做法 例如說像剛剛提到的維基百科 OpenStreet Map 他都是利用建立社群的話 讓大家願意主動來回報 然後這樣回報 他們可能就是變成一個每週或每月一次的休閒活動 那他就是一些有持續的參與回報 那像真的假的 他每兩個月也會辦一次編輯小劇 那每次編輯小劇大概會有二三十個人參加 那他們就會帶著這二三十個人一起 就是來把一些還沒有人查證辟謠的一個謠言 想辦法去找出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一些相關證據 然後或者說能不能 最後一個是說怎麼這樣用一個 就是構想產出的魁靈 就是說怎麼讓他覺得我參與以後 我也是這邊的一份子 所以例如說像剛剛提到的 《目光之城》的額類品牌 他每一年 他可能累積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他就會出版成冊 就是一個額的圖鑑 那麼 如果你有提供照片 那你就變成這本書的共同作者之一了 那你就會覺得說 我協助上的照片我也幫助到這本書的出版 而且我的名字也被寫在書裡面了 那你就會覺得說參與它是很有意義的 你就會想要繼續參與下去 然後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的任務要能夠切分到夠簡單 大家才能幫他參與 所以像Campjar Campjar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你看到一個圖 你就可以打一個文字就好 那當中政治獻金其實跟Campjar也是一樣的 那路上設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你也沒有難到很難的程度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個沒有實機 拍到照照區 這任務就結束了 所以一個好的成功 就是那個 群眾外貌專案 就是任務要越簡單越好 但是有的時候 你的任務就是沒辦法簡單 例說像這樣做Colfax真的假的僻傻 或是維基百科的編輯 他的任務就是一定需要收過訓練 你不能一個人他看一看 我就可以大注意維基百科的條主 所以他就可能要透過定期辦編輯小劇要編輯聚會 要帶著手把手帶大家一起做 再來就是你要想一下你的專案是一次性還是持續性的 一次性就是說你只要做完一輪 做完現在手上的人就再也不用做了 還是你希望這東西我要建立社群 要持續的一直都有人在繼續產出 因為我一直有新東西會出現 那這也會影響到你要規劃這個群眾外報專案時 你要怎麼設計他的機制 然後再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的任務 就是大家做得不平均的話 會不會造成這個東西有問題 例如說像地理類的群眾外報 會不會其實大家都回報城市了 然後郊區的都沒有人回報 就造成那個資料其實是有落差 就是城市一堆但郊區都沒有 郊區就不準確 那這個案例我會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為 我在以前有去內政部演講的時候 我就有跟內政部官員聊到說 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美國的任領 消防專門這個專案 拿到台灣來做譬如說任領路燈 或任領紅綠燈 那這樣子如果有人發現說 我就立即去看那紅綠燈的某問題 我回報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省下國家很多的 那種工程預算的那種錢 工程人員不用再去每天去巡顧 看好東西壞掉 交給民眾就好 但是那個時候內政部官員給我的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萬一城市的一堆人回報啊 但是鄉鎮或是比較偏向的地方沒有人回報 那這樣子會不會有落差 那麼假如有這個落差還好吧 但是我們覺得那就把落差交給本來的那種 就是本來就有那種巡邏機制 那他們就去巡邏沒有人巡邏就好 然後那官員回我說 那個以前我們標案 譬如說有開個標案 要他巡邏全圍山區的路燈 那這個標案 那個會願意承包的人 是因為有的簡單有的難 所以他才願意用一個價錢 承包整個市政區 但現在簡單的都被人家回報走了 難的只剩下難的 那麼可能就很少廠商會願意做這件事 或廠商要價錢會願意做這件事 反而可能會增加了就是政府要做這件事的成分 那我們確定他講法是不是正確 但我覺得是蠻值得思考 其實會不會有再有問題 會不會設計一個巡邏造成的反面效果 好那再來我就把時間交給Disbattery 就是剛剛講的都是介紹 就是各種案例 那再來就是直接介紹Disbattery 這一個完整的案例 那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PAY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NGO如何運用科技工具 還有群眾的力量來做一些 改變政府政策的這些事情 那因為剛剛Ronnie有提到就是 其實Ronnie提到的這些案例 很多都是社會上面的事情 是眾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有動力 要去幫忙標記 幫忙TAG 幫忙去奉獻一份自己的心理 那有些當然可能是自己的興趣 比如說像露莎或者是鵝類 我可能反正是對於隱身動物 或是我的生活中就會出現隱身動物 這些可能跟我生活比較近 我就會去做 那這些其實都很需要一些動力 或者是對應到當時的社會氛圍 當時的社會價值 所以今天就是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我們當初 Disfactory 這個專案是怎麼由一個NGO來促成的 以及 NGO 以及跟G0V社群的工程師們 或是社群貢獻者們一起促成的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來這堂課分享 那我叫沛 然後我的現實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專員 那我負責的就是山林國土計畫的一些專案 那特別是針對於大家如果有經過台灣西半邊的時候 應該常常看到一些鐵皮工廠 然後跟 等於是就是農地上面的鐵皮廠房 那這些也都是在我的負責範圍內 那同時我也是Disfactory的專案的現任坑主 那所以如果大家對於G0V的專案有一些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也可以就是也可以聯繫我們 可以聊一聊 好 那也可以關注一下地球公民基金會 因為我們是一個關心台灣在地的環境議題的組織 像是台灣的礦業把 台灣的一些大型的開發案 然後以及台灣的空屋 這些我們都是有在參與 而且關注 然後試著可能用一些 找出一下目前在環境這裡上面有沒有什麼漏洞 然後去補齊的 那首先回到就是違章工廠這個議題 Disfactory它很明顯就是Disfactory 我們要Disf這些在農地上面長出來的這些工廠 因為他們其實應該是要在工業區或是工業的用地上面做生產 而不是在農地上面 如果大家看到這張圖應該很難理解說 這邊到底是農業區還是工業區 其實這張圖是農業區上面 也是在台中的無日那邊種還蠻多空心菜或者是我們的稻米 那假設說大家可以想像看 如果這些在由種植稻米、種植空心菜 種植我們的農產物的土地上面旁邊有這麼多的工廠 而且這麼多沒有建造也沒有工廠登記證 等於是不受政府列管的工廠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首先我們可以給大家猜猜看說 以台灣的便利商店、手搖飲料店、寺廟、廟宇跟違章工廠 可以大概猜一個數字 大家覺得便利商店最多的人就是什麼 便利商店包含全家 就是你想像到便利商店、連鎖便利商店都是 大家覺得這是裡面最多的舉手 OK 好 覺得手搖飲料店最多的舉手 不是都有那種手搖飲料一條街嗎 好 OK 那覺得寺廟、廟宇最多的舉手 還蠻多的 好喔 那覺得違章工廠最多的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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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看一下真實的數字 便利商店其實沒有 只是我們可能平常在 我們平常接觸到的狀況下 就是便利商店怎麼那麼多 或是手搖飲料店怎麼那麼多 都沒辦法選擇 但其實違章工廠它的數量是非常非常多 這是根據經濟部公平教育貿易 還有經濟部財政部底下的資料列出來 那它主要分布在哪裡呢 就是新北、桃園、台中彰化、台南以及高雄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這張圖 就是我們台中突日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我們平常在生活中很難看到 但是這樣的景象其實在台灣西南部的平原上 讓這個知道什麼事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違章工廠可能對於農地上面 以及不管是農地啦 可能旁邊的居民以及我們的社會上帶來的一些危害 比如說首先是降低居住品質 因為它可能會有一些噪音 你想想看一間工廠它假設是做那種切割金屬、切割木材 然後假設它24小時不斷的在運作 那就是一個還蠻嚴重的噪音汙染 那影響農作物生產 因為一間工廠它是立體的 那它一定會造成一些陰影 造成陰影的話就是影響旁邊農地的日照狀況 那通常我們最嚴重的話 它其實是會蓋掉四分之三的隔壁農田的日照 那就會大大降低了農產業的生產量 那同時也影響糧食安全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工廠它其實 假設它如果它是違章工廠 它是不受政府規劃的 它如果想要降低它的生產生本的話 我可能就不管我的污水 我直接不處理我的污水 直接讓它排到旁邊的農地裡面 那就會造成旁邊的農地有些水污染 或者是空氣上面的污染 比如說那種印刷的工廠 我們現在如果就是能夠便宜的買到一些印刷品 那它有可能就是因為它是在農地上面生產 然後降低它的生產成分 那降低它的生產成分的話 會發生的事情就是 它沒有好好處理它的事業廢水、油墨 然後它的印刷產生的這種揮發性的材質 它是直接就是讓它散到空氣裡 讓它散去農田裡面 那最後就是 沒有 不是最後 還有一個救災 它會增加救災的風險 因為我們知道農田旁邊的路都是很小條的 那假設一旦農地上面的微章工廠發生火災 消防車或是灌水車是需要進去的吧 加壓灌水車 農地的路基本上是沒辦法負擔 像這樣子的大型車輛進去的 所以一旦農地上面的工廠發生火災 大家如果常常聽到工廠、火災 這些其實都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危害 那一旦這個救災被這樣子的環境耽誤的話 比如說它的車輛沒辦法準時進去的話 那個災情就會增生 那最後就是因為它在農地上面生產 它把它的生產成本外包給其它環境 那讓它的生產成本很低 它就可以用消價競爭的方式 把它的產品便宜賣出去或是賣去國外 那造成說我反而正正當當做生意 我在東業區的工廠 沒辦法跟像這樣子的工廠競爭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些 農地圍燈工廠會帶給社會不同層面的影響 那你就說政府難道都沒有做任何事情嗎 那因為這些工廠真的數量非常非常多 大家剛才也看到嘛 四萬五千家以上還不斷清建當中 那所以在這個規管上面也是非常的困難 那至少政府它在2018年2019年的時候就有承諾 從蔡英文總統上任的這個20165月20號之後 新增建的工廠 就是之後再蓋的都視為新增建工廠 然後新增建工廠就是要被其暴擊拆 就是再也不准你蓋了 你只要蓋我知道了我就會過去拆 當時他們的宣傳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真的要被擊爆擊拆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地方政府會覺得這是他們的財源 他們的稅收之一 他們不會想要特別去擋人財路 然後不會想要去真的做到拆除 因為拆除是一個蠻強烈的手段 所以你真的要做到拆除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但是首先我們要知道這些工廠到底在哪裡 因為像我平常是在台北辦公室 我沒辦法每一天都去到台灣不同的各地去看 到底哪裡有工廠新增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的資訊 我們需要很多的消息來告訴我們說 這邊有工廠要被新增了 或是這邊有一間工廠是新的 或是這邊有一間工廠它準備要開始營運了 這些資訊我們都是蠻需要的 但是這些資訊散落在台灣的西半部的各個地方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它統一收集起來 這就是一個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或是當時我們面對到的困境 那當時我們就會就是要定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就是希望農地上面不要再有新增建工廠的 我們農地要執行 那怎麼樣才能達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有人來跟我們說 哪邊有農地上面有正在新建的違章工廠 或是哪邊有新增的違章工廠 我們才可以去做檢舉 我們才可以就是收集這些案例 收集說它大概會在哪個區域或是哪個區域特別多 特別變重 然後並且收集這些案例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記者會向政府施壓 或是提出一個更好的讓更好的治理迴章工廠的這個方案 首先我們還是要去回到說現行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現行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個檢舉人呢 他必須要具名的檢舉違章工廠 這對檢舉人來說明顯是一個壓力 那麼有可能蓋違章工廠是他的隔壁居 是他的叔叔是他的阿姨 那這對他來講他不喜歡偽章工廠在這邊 可是他也不希望破壞他的人際網路的關係 他也不希望讓人家知道說他是一個檢舉人 那現行制度你要跟政府檢舉偽章工廠的話 你需要具名 這就對他們來講是一個蠻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再來政府查處效率很差 就是剛剛昨天提到說政府不想去查牌之外 如果你回報了一間偽章工廠 政府就會跟你說好我們會去查 然後之後就在一條下 所以這個案件的追蹤對他們 政府不會主動提供案件處理的進度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很有可能 這間偽章工廠的案子就被議員 避為以及其他的名義代表就壓下來 所以這中間是一大段的不公開不透明的程序 那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現在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要保障檢舉人的資料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 我們中間認為不夠公開不夠透明的部分 讓它更公開更透明一點 所以如果有一個 我們那時候就是開始許願 如果有一個民間版的檢舉網站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時候就證明我們太貼真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好那我們建立一個Excel檔 大家可以來共同編輯 或是填一個Google表單 我們就可以準確的收集到資料 但想當然大家就是不會來去填 因為填這些表單對於民眾來說太困難了 剛剛Rony也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要創造一個任務 那就那個任務必須要簡單 步驟簡單 大家才會願意來做 好 所以我們只好去請求科技的力量來協助 所以後來我們找到了GNB社群的工程師 我們向他們來評判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更聚焦我們的需求 就是我們需要快速的聯繫這些檢舉人 我們也希望這些檢舉人快速的回報我們訊息 而且回報正確的訊息 然後我們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收集這些訊息 所以我們就更細緻的去想像檢舉人他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檢舉人他可以用命名的方式舉報 然後快速的在地圖上面標記地點 並且上傳那個違章工廠的照片 那這就是我們最重要需要的兩件資訊 就是照片以及地點 檢舉人這邊還需要知道的是案件的通報狀況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希望可以快速的瀏覽檢舉的資料 包含說他的地點他的狀態 比如說他是新增件嗎?還是他有沒有高污染的製程 這些都是一個一個就是一個一個TAG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些資料裡面的 這些是我們當初設計更細節的系統架構的 那最後綜合的這些需求 我們產出了一個回報系統 那這邊我就不細... 我這邊就沒有放那個回報系統的QR code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收集農地為章的回報系統 那就會是...就是... 那最後我們就想說... 其實... 那個... 使用Google Map或是打卡上傳 這些都對大家來講應該是... 門檻比較低的動作 可能至少到五、六十歲的人都可以 寫手地使用Google Map 都可以拍照、上傳自己的動作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個介面做成像是... 一個地圖的形式 然後並且你可以從我們介面裡面 快速地補充照片或是補充工廠的資訊 那你在這個地圖上面也可以知道說... 欸!這個點位已經有人處理了 或是這個點位還沒有被舉報 就是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知道說... 嗯... 我現在的動作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這些資料都會同步地被收到我們的後台 我們後台也會收集到這個封場的照片 然後以及它的經穩度 那等於是民眾做現地上傳的動作 然後我們從後端做資料收集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資料收集分析之後 我們再發給政府做一些... 嗯...政治上面的施壓 那就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 我們收到的總回報... 這個網站是2020年上線的 那目前為止我們收到的回報有近... 就是2770多件 然後目前我們檢舉出去702件 因為這當然中間我們是需要做一個篩選的過程 就是像剛剛Ronnie有提到說... 我們要怎麼確保群眾的資料是對的 我們中間是需要一個篩選的過程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跟我們回報... 嗯... 不一定是違章工廠的建築 可能是妞妞檳榔灘 可能是一些違法的露營區 或者是卡丁車的賽車場 這些不是工廠的案件 我們就會把它篩掉 那最後檢舉出去702件 那目前在... 後續在做什麼施壓的話 讓政府對於這些工廠去做斷水斷電 或是停工的處理總共有事實體制 然後... 就是等於是我們運用這些資料去檢查說... 政府是不是中有確實去查處 因為我們有了這些案件 我們有了這些比較相對硬資料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做核對 核對說政府到底有沒有去檢查 檢查了幾次有沒有裁罰 這些我們就是會... 在後續一一的去問 那這些不查處的話 可能是查處上遇到什麼困難 比如說政府的人手不夠 政府的經費不夠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會去再針對這些困難的問題去做推進 比如說... 那也許哪筆經費可以供政府使用 也許政府應該要多補充哪方面的能力等等 就是等於是我們作為一個NGO 我們在議題倡議上面取得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就有辦法去做倡議 然後並且也要求查處資訊結合比較公開 那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講 它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整體的違章工廠這個問題還是持續在延燒嘛 它並沒有真的完全被解決 因為我們目前還都不知道 迴章工廠到底真實的數量是什麼 是多少 以及我們即便做了這些回報 然後有確實的讓政府開始去查迴章工廠 然後也確實的讓迴章工廠的數量慢慢的再降低 但是這對我們來講還是階段性的成果 我們還想要再做更多 所以我們再重新再回到上一步的那個步驟 就是我們再去查一下現行制度到底還有哪裡出問題 現行制度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人知道農地上面新增建的違章工廠的數量 因為他們是真的不斷在進行當中的 然後他們就是也隱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個要普查是非常困難的 那現有的龐大數據沒有我們設定 就是我們現有的就是農委會他有一筆資料 就是在農地他的農地上面 如果從衛星影像上面看到好像有一點變化的話 他就會把它紅標起來 但是紅標起來之後呢 這個辯認是沒有人在做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利用這筆資料 然後打造一個更低的門檻 就是都市居民 我平常看不到偉藏工廠有沒有辦法建築 但是我可能也想對這個議題盡一份心力的話 我可以這麼做 我們想打造一個更低門檻 讓都市居民也可以方便採用的貢獻方式 那這個貢獻方式 就是大家有感覺的出來 好像有一點可以群眾標記的意味嗎? 就是這麼大筆的資料 然後需要人類辨識 我們後來就把它做成了一個 有點像是大家來找查 但是我們叫做大家來找查 的手機小遊戲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網路搜尋 大家來找查便找得到 那這個遊戲的進行方式 就是我們把剛剛看到的這個紅紅的點 都切成一小塊小塊的切板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幫我們辨識說 之前是農地嗎? 之前這塊地上面有沒有建物? 如果沒有建物 那之後它上面有沒有建物? 就等於是讓民眾用看 比對兩張圖的方式來幫我們辨認 這張圖上面有沒有出現變化? 那這個出現變化的 是不是因為建物的關係? 那對於政府現有的 就是剛剛那個小紅塊小紅塊 那個有5萬多筆 那我們沒辦法一一查證 所以我們就是用變成遊戲的方式 讓民眾幫我們對這筆資料 進行初步的排查 那找出說有沒有在2016年5月20號之後 新增建的工廠的數量 然後以及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我們對於這些點位是有位置的 我們只是需要知道說 它上面到底是不是有建物? 那先說結論 就是這個方案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5月推出的 然後總共捲動的 至今捲動了快8000個人次 來幫我們參與電視 那等於是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那個紅塊 農委會的那個資料 政府的資料 它是這張黃色的兩筆 那讓公民對這筆資料 進行更細緻的辨識之後 我們就可以更精準的找到 它大概是位在台中的烏日 然後霧峰 從蒸化的嗅水還有福星 就是等於是我們找到更精確的位置 這些工廠到底在哪裡? 然後以及他們的 等於是我們有他們的經穩度 那這些都是仰賴8000多位公民 來幫我們做辨識 然後得出來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拿了這個結果之後 我們就會要求政府 我們也會去更 就是說民眾都有幫我們找出來的 那政府這邊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動作 你們是不是要對你們自己的信用的圖 進行更更進一步的辨認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稍微結束一下 我們是因為什麼樣子的情況 然後而去尋求群眾的協助 因為其實群眾的協助 它有時候會是讓我們做一些更有效率的事情 如果我自己做沒有效率 但是群眾多我自己做的話會更有效率 但是大家為什麼要來幫你? 這也是剛剛Roni在提這些案例的時候 也有強調的就是群眾為什麼要幫你? 你有創造誘因嗎? 或者是這些眾人之事是這麼的重要嗎? 那值得 那就是等於是 你還是要想像一套行銷的方式 行銷你專案的方式來引導群眾 在不管是幾任務上面 或是跟他講說你的行動會造成什麼樣子的 影響會幫助什麼樣子的推進 就是這些對於NGO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在群眾的溝通教育上面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後就是 就是跟他講說我們到底怎麼架構我們跟群眾的合作模式 那首先我們也都是反覆地去確認需求跟聚焦需求 那最後建立了框架 告訴群眾他們可以怎麼幫我們 然後並且創造誘因 那我們創造誘因的方式當然就是 我們會去跟政府 我們會把群眾的這些幫助我們往後的結果 去跟政府要求要做環境政策上面的改變 或是去做一些執法上面的落實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從就是剛剛這樣一整套下來之後 我們就是也想問問大家說 你準備好要召喚整個比咒來幫你做你的專案了嗎 我們等一下會來討論 我們等一下會來討論 Roni在一開始有提出的就是路燈問題 然後等一下配慧先來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情境 然後情境說明完之後我們會給大家說幾個問題 各組也可以自己想問題 然後我們就會分組討論 最後會由各組來跟大家來分享你的討論的結果 好那我現在先教育Panel 好那我大概剪數一下這個議題的情緒 你們這邊有人是騎機車上學的嗎 所以你們在騎機車來的路程當中 會遇過晚上回去路燈壞掉的情況嗎 很少 好那我們今天設想的情境就是想像士林區 那大家知道士林區其實不包含 其實不只包含我們現在在這邊 也不只包含建台這一檔 其實還包含部分的養殖 所以最後遇到剛剛Ronnie提到的那個 資訊不平均 群眾分布不平均 然後導致說我們回到資訊不平均的這個情況 因為不然市區如果有路燈壞了 我們應該立刻就可以通報相關的單位 然後而且就會立刻的被處理 但是如果今天遇到一些山區上面的路段 比如說這是之前的新聞 在陽明山後山的巷子裡面 因為路燈昏暗或者是路燈根本不亮 其實大家知道陽明山有些路段 路燈根本不亮的情況 然後造成了一個搶岸的方式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山區門的地段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這個問題 大家等一下可能可以幫我們想一下 這個問題到底你在這個問題裡面抓到哪些亮點 你會想去探究的地方 那針對路燈不亮 然後以及可能很難被關的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來想一下它跟群眾外包的關係 那我直接就把題目講掉 那比如說山區或者是比較少人經過的地方 路燈畫的但沒有人注意 那我們可以想一下說 路燈問題它適合用群眾外包來解決嗎? 還是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群眾外包我們是希望它快速的解決問題嗎? 路燈問題適合嗎? 除了群眾外包之外 還有什麼可能解決的方式? 那並且我們可能回頭去看一下說 既有的通報方式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優缺點 那導致說這個問題會發生 如果我們可以優化既有的流程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用討論群眾外包 那再來路燈問題它會影響到誰? 它的利害關係也不是誰? 誰會受到路燈壞掉影響? 路燈的壞如會牽涉哪些人? 那再來就是假設你今天想用群眾外包來解決 這個路燈壞掉的問題的話 我們要如何創造民眾參與的用力? 那如果你有自己對於剛剛那個問題 有一些更覺得這些問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是不是不重要? 我們也可以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大家就是 我們知道本組大家有各自的分組嗎? 那大家就各自分組我們可以選一個或是兩個問題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然後討論10分鐘 我們最後就請大家上台來跟我們分享 你們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以及你們這組討論出來的分析論點是什麼?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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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